部落居民與歌劇的方式 呈現重訓男子與情人離別時的感傷 帶領觀眾穿越時空回到一九五零年代 這樣精彩富有創意的表演 來到三地綿鄉就可以看到 三地德文跟達萊三個部落 現在透過老委會的培立計畫 發展部落觀光 將臺24線的動線串連起來 結合景點地方文化 現在不僅居民學習表演 也學習導覽 甚至開始推動有機農業 八八風災之後 有的學術團隊表示生態旅遊 重視環境的教育 管控承載人數 同時肩負自然環境的監測 還有尋守的責任 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居民 可以將學會的知識跟技術 回饋部落 讓每個社區都可以永續發展 自己的文化產業 風災的重創 讓當地居民一度灰心喪志 現在卻也因禍得福 因為製造了機會去重新營造自己的家園 從植樹 種植有機蔬菜 社區營造美化等 都可以看見原住民族人如何透過部落文化 跟自然生態的富裕來活化地方 以自己自主的方式 帶給土地的人文氣息全新的風貌 記者割捨 屏東餐地門參考報導